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蒋介石集团和汪精卫集团 先后发动412反革命政变和715反革命政变 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 革命力量遭受巨大损失 据不完全统计 从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 被迫害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 就达31万多人 大江南北一时血雨腥风 陷入一片白色恐怖 可是中国共产党人没有被吓到 被征服 他们从地上爬起来 擦干身上的血迹 又继续战斗了 1927年7月 朱德遵照中央军委指示 来到南昌 具体筹划南昌起义的准备工作 7月31日 南昌城内的嘉宾楼上 公筹交错 热闹非凡 只见朱德端起酒杯 一再向第三军 第二十三团团长卢泽明 二十四团团长肖日文 和两名副团长敬酒 人们不经纳闷 朱德为什么要宴请几个团长 殊不知 一场重大的军事行动 正在南昌城内密密进行 朱德利用自己的身份 事先已经为党提供了 敌人的兵力和住房情况 他这次宴请几个团长 是为了拖住住南昌的这两个团 保证起义的顺利进行 此时贺龙手下的一个副营长 突然闯了进来 报告说 刚刚接到命令 今晚就要解除滇军武装 朱德一听 知道叛徒已经继续打牌便是 可是几个团长再也无心恋战 纷纷起身道死 朱德也不好抢留 几个团长刚走 朱德立即赶到起义总指挥部 将叛徒告密仪式通报给贺龙 贺龙又赶紧向坐镇 中共前敌委员会的周恩来做了汇报 于是前委做出紧急决定 起义提前两个小时举行 8月1日凌晨2点 南昌城内枪声大作 武装起义开始了 在那个漆黑的夜晚 起义部队以河山统一为口令 脖子上系着红领带 臂上扎着白毛巾 向币并从后院翻墙冲入敌人阵地 与敌人展开白任战 战斗持续了四个多小时 起义军最终攻下了敌总指挥部 接着又乘胜攻占了省政府 起义军准备充分部署装密 而且兵力上占优势 激战至扶晓 全间守敌三千余人 占领南昌全城及郊外所有重要据点 起义取得了成功 八一南昌起义 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 第一枪 吴 打响了鑿意 ID 立场 打响了 珊